传媒内参导度 明星投税入税这个问题 一时间成为了全民讨伐的对象 尽管也纷纷而至 面对这样的形势 一场明星资本大撤离正在上演 包括冯小刚 赵薇 赵文卓 刘诗诗 任重等一批影视明星 三分开始注销或退出名下的公司 综合姿态媒体 网络大电影 瞭望东方周开明星资本似乎 正在上演一场大撤离 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 霍尔果斯美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下车霍尔果斯美拉 公传资料中出现清算信息 霍尔果斯美拉成立清算组 而据作者查询 霍尔果斯美拉这家公司的持股人 包括冯小刚 王中军和马云 三人分别持股30% 百分之十四点五九和百分之五点零二 王中磊曾为霍尔果斯美拉的法定代表人 谢刘建 冯小刚现担任霍尔果斯美拉的经理 此外霍尔果斯美拉还存在经营一场的记录 而霍尔果斯美拉注销的时间节点 正好处于阴阳合同事件发酵之中 今年六月初 曾永远在微博爆料影视圈存在阴阳合同 影视明星借此偷税录税 引发影视行业地震 在阴阳合同事件被爆出后 国家事务总局等五部委 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添加片酬 阴阳合同 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 控制不合理片酬 推进阴阳纳税 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而在九月九日 冯小刚把布微博狗扔偷税逃税 冯小刚还在微博表 是 美拉传媒每年纳税几千万 自己那国德国人所得税美级数益 加上拍摄影片的总票房女士多益 制片公司和院线所交了十几亿税费 截图来源冯小刚微博 不过在这个时间点 霍尔果斯美拉宣布注销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也不得而知 除了霍尔果斯美拉之外 冯小刚还有两家的公司在今年注销 2018年1月18日 北京冯氏文化经济有限公司注销 2018年3月2日 北京冯氏秩序广告有限公司注销 除冯小刚外 还有多位明星在注销或退出名下公司 在注销公司的不止封小刚一个人 还有赵薇 赵文哲 刘诗诗 任重等一批影视明星 他们也都在注销或退出名下的公司 图片来源 起信宝 7月3日 刘诗诗名下的北京稻草熊科技有限公司 更名为北京骑士帮科技有限公司 刘诗诗现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一切职务 8月16日 刘诗诗公司将松稻草熊影业股权发生变更 阿里契退出其股东行列 7月23日 演员赵文哲和张丹露 全资持股 的霍尔果斯万奇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宣布申请注销 8月29日 霍尔果斯天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申请注销 8月29日 赵薇作为合伙人的杭州普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普林投资开始进行清算备案 9月11日 演员任重担任法定代表人 并持股百分之十的 霍尔果斯新和影业有限公司申请注销 9月13日 加伯文化支股百分之二十 的霍尔果斯大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申请注销 前者旗下艺人 包括许晴 陈建斌 蒋晴晴等 从注销的时间点来看 大部分都是在了阴阳合同 曝光之后 而从注销的地方来说 大部分的注销地方是在霍尔果斯 明星资本 从霍尔果斯撤退霍尔果斯口岸 位于中国新疆伊利哈萨克自治州 全国唯一的复生集自治州 霍尔果斯是一个陆陆口岸 2010年霍尔果斯国家及经济开发区的设立 根据相关政策 2010年至2020年期间 在霍尔果斯新设 切符合新疆困难地区 重点鼓励来发展企业所得税 由惠目录的企业 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期完后在免征五年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得益于税收政策 这里显然成为企业避税天堂 尤其是影视公司 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中国主流电影公司 都在这里进行了注册 GPP财经报道 2017年霍尔果斯新登记注册 则类市场主体14472户 注册资本达到201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41.6% 288% 其中影视类文化类企业增长迅速 从2011年至今 来自内地的影视文化类企业 在霍尔果斯注册的有1600多家 一时间霍尔果斯也被外界称为中国开门 不过好景不长 在霍尔果斯注册的公司 基本都是空海 并没有人真的去当地办公 这种乱象 已经引起了政府监管部门的注意 在今年年初 霍尔果斯加强对注册企业的地址要求 开始实行一纸一照 清理同一地址 注册多家公司的情况 4月 霍尔果斯国家税务局下发公告 要求霍尔果斯2017年度公司 企业利益问占领业收入比重 超过50%以上的企业进行税务自查 涉及多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7月13日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新通知 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深入推荐税收领域 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 规范税收秩序等 这一系列的监管调测 也让不少明星陆陆适适从霍尔果斯撤退 近两个月 去网络大电影统计发现 最多的时候 伊丽日报一天刊登过 二十五则相关注相公告 明星收入高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作用顶级流量的明星 然而明星收入来源较为复杂 尤其衍生猪的避税 逃水渠道了也是花样百出 随着随永元 阴阳合同的爆出 引发了娱乐圈的行业的地震 明星偷睡露睡这个问题 一时间成为了全民讨白的对象 监管也纷纷而至 面对这样的形式 一场明星资本大撤离正在上演 不过有的人正在这里 而有的人却不见了踪影